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阿柴 这一刻我们来安装Avada主题 现在网站已经安装好了wordpress 网站的前台是这样的 这是网站的后台 那Avada主题从哪获得呢 是需要购买的 从这个网站购买 Simuforest 这是一个国外的市场 我们访问的时候需要进行验证 这是Simuforest网站的首页 在第一个栏目下面有一个wordpress wordpress第一项流行的项目 在这里面第一个就是Avada主题 卖60美元 一般在黑色星期五的时候 它会卖40美元 有的时候会到30多美元 从这直接购买 因为我已经购买过可以直接下载 它这里面有一个许可证 简单的说一下 这60美元对应的是一个网站 授权是终身是永久的 它的技术支持是半年 官方给的技术支持是有时间限制的 我们可以永久保持更新 一直保持更新 授权也是永久的 但是只限于一个网站 虽然是这么规定的 但是Avada主题的开发者 并没有在功能上做限制 也就是说 同一份商业授权生成的序列号 它可以在很多个网站 很多个域名下安装Avada主题 并且安装之后也可以使用在线功能 不同主题的开发者限制不同 比如B-SIM主题的开发者 它限制了一个授权 只能在一个网站一个域名下使用 如果在第二个域名使用相同的授权 它会不成功 它需要把第一个授权的网站先结绑 然后再绑定第二个网站 但Avada主题的开发者 它在这方面做的比较open 比较开放 虽然Avada主题的开发者比较开放 在功能上没做限制 但是从规定规范 或者法律盗版这个角度来看 60美元只针对一个网站 这是已经购买的Avada主题 这有一个下载 它这里面有四个东西 最下面这两个是授权 不同格式的PDF和TEXT文本 这两个是一个完整包 所有文件和文档 其实Avada主题文档是在线的 这个包有200多兆 这个包是主题包 我们只需要下载主题包就可以了 有8兆 8.1兆 如果没有购买的同学 可以从我在教程中提供的网盘 获得原码 这个主题包的原码和完整包的原码 以及我们的汉化文件 可以把它变成中文 我提供的主题原代码和它的密钥仅供学习使用 这个密钥以后还会变 如果长期使用 建议购买商业授权 购买那60美元的授权 下载完之后 现在进入安装环节 进入wordpress后台 里面的外观 第一项主题就是这个界面 点击上面的安装主题按钮 这里面有很多主题 都是免费的 这是wordpress自带的主题市场 这种自带的主题也不错 就是功能有点简单 特别的简单 这个市场里面很多主题它都有pro版本 也就是说它提供了一个免费版 简单的免费版 它还提供了一个付费的pro版 这个付费的pro版 需要到它的这个主题 某个主题的官网去购买 点击上面的上传主题 选择文件 选择本地文件 这个8.5兆的Avada主题 选中之后点击安装 然后点击启用 这样Avada主题就已经启动了一半 还剩一半 那就是那些附属插件 我们下节课继续 我们下节课C 给我们下节课C 在下节课C